女人只是想出门跑个步 可没想到却被丈夫开车撞死在路上 丈夫看到妻子还没死透 于是她迅速挂上道档 再次从妻子的身体上压了过去 这下躺在地上的妻子彻底没了动静 确认妻子死后 丈夫又立刻返回家中 正当她打算喝杯酒压压惊时 突然 你这是什么 妻子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她面前 丈夫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她之所以要杀掉妻子 是因为妻子发现了她不可告人的秘密 原来就在几天前的一个夜晚 阿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敏胆的阿珍立马察觉到了不对 这大半夜的谁会给丈夫发信息 他想要检查丈夫手机 可丈夫却说只是垃圾短信而已 再说了 夫妻之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不管阿强怎么说 阿珍坚持要检查手机 见丈夫不给 阿珍只好去抢 可谁知丈夫却直接将手机摔在了墙上 这下 阿珍更加怀疑丈夫有问题 可等到第二天 阿珍却主动向丈夫认错 并且还要帮丈夫修好手机 可实际上 阿珍是要借此机会读取手机内的信息 果然不出所料 丈夫真的交到了新朋友 而新朋友正是丈夫公司的员工小美 知道真相后的阿珍心如刀角 为了挽回和丈夫的感情 她精心打扮等待丈夫回家 可即便她穿得再漂亮 阿强看见她后也丝毫不感兴趣 这一刻阿珍彻底明白 丈夫对她已经没有了感情 当天下午 阿强的公司恰巧正在举行庆功宴 而阿珍也来到了现场 她终于明白丈夫为什么会变形 原来现实中的小美比照片上还要年轻漂亮 此刻阿珍在心里暗自发誓 绝不会让小美夺走她的一切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庆功宴结束后 阿珍突然撞见丈夫和小美在办公室玩游戏 然而她并没有当场揭穿两人 而是选择了沉默 因为她还不想就这样轻易放弃他们的家庭 可谁知第二天 阿强竟主动向阿珍摊牌 她恳求阿珍成全她和小美 阿珍听后直接当场发飙 心里的委屈和心酸 在这一刻全都释放了出来 为了照顾家庭 她甘愿放弃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 这十几年来 可到头来却换来的是背叛 阿珍威胁阿强说 如果敢抛弃她 她就会揭发公司犯罪的事情 到时阿强不仅会身败名裂 还会被判死刑 阿强听后顿时无话可说 随后阿强找到多年的好友 她将自己和妻子的事情说了出来 好友提议 不如去找阿珍的闺蜜 让闺蜜开导下阿珍 于是阿强立马找到阿珍多年未见的闺蜜 可得知两人此事的闺蜜却表示 想要离开阿珍并没那么简单 随后便说出了阿珍隐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阿珍在大学时期谈过一个男友 在一次野外露营中 阿珍无意间发现男友背叛了他 结果他直接就将男友推下了悬崖 男友当场惨死在崖底 原来妻子竟然是个杀人犯 震惊的同时 阿强立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紧接着 他就来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 只要想办法找出妻子杀人的证据 那么他就掌握了妻子的把柄 这样妻子就不敢揭发他的罪行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这时阿珍隐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